醫院急診篩檢是海外返臺國人 檢疫後報到區 但有民眾反應怎麼被安排做PCR 還被收急診費 去年十二月從越南搭飛機回國 一家五口都選擇十家四檢疫方案 到第十四天解隔二採 被安排到新北亞東醫院裁檢 自己有健保備收八百五十元 其他家人因為沒健保 一人收一千六百一十九元 五個人加一家掛號和診療費 就超過六千 但問了其他回國的朋友 在同樣是新北地區的屬立醫院 卻一毛都不用付 民眾認為到急診PCR連醫生都沒見到面 卻收診療費不合理 還被指定安排認為不公平 新北衛生局回應 接隔只有採檢和PCR檢驗費 是中央公費負擔 醫院收急診費很正常 北市也說明 各醫院一定會收取掛號費 都是合理範圍 TVBS新聞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